其实我觉得印太战略 是最近非常被讨论的一环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当初其实印太战略 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是拜登任内第一次报告出炉了 那他表示说有什么样重要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度 因为印太是最大的赢家 那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大家都讲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 但事实上现在讲印太 就是等于说 把海洋事务的国家全部都包进来 也凸显了南亚 目前在东南亚这个位置的重要地位 因为过去我们讲东南亚 很少提到印度 但是印度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大家不能不姑许 而且事实上呢 因为大家过去看到这个美国 可能在所谓的亚洲策略当中 因为他认为说中国的体制 可能它有实质的影响力 认为说它应该会所改变 但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包含了 过去从2018年 当时在川普跟他们紧张的关系之后 他发现其实中国的问题 还有包含了这个东南亚的问题 是不能从中国一个国家来解决的 因为东南亚跟他的这个渊源实在太深了 所以他发现要解决中国问题 应该要从东协周边的国家来影响中国 让他因为大环境的改变 不得不做出调整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当初他在受到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新的战略环境 对于中国包含了经济外交 军事技术 都是会有所提升的 所以未来美国 在这个印太策略的十年计划当中 目前规划的是 今年跟明年中间 他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他希望这个东协能够结盟 然后再来就是说印度可以崛起 那这一次呢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未来的Focus 就会发现他投资的包含了健康 就是医疗事业 然后还有航太事业 还有网路事业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三个都是印度的强项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美国对于这个东南的战略 是相对的比较明确的 可是这个明确的中间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 他所谓的经济制裁 到底害到谁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能源的危机 印度呢 其实跟所谓传统的盟友 还有这个新的朋友 俄罗斯跟中国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三角席题 因为过去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俄罗斯跟印度呢 是传统上面一直有互相合作的 不管是军事贸易等等 那其实中国算是 他们的一个新盟友 但事实上俄罗斯政府呢 已经告诉了这个莫迪说 这一次的经济制裁没有关系 大家都对我发出通牒 但是我就是要跟印度 大举的再进行合作 尤其是在能源方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副总理 Exander Novak 这一次在这个媒体上面就说 他呢 印度要有接收 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 跟俄罗斯的石油公司 那天然气呢 就是包含了 液化天然气的供应 还有呢 未来年贸易额 90亿美元的石油采购 双边合作 谢谢思琳 可以看得出俄罗斯的野心 不断的在扩造 那这么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乌俄的战争持续 将给台湾的关系 会有哪一些启示呢 老师我们继续补充 就在2月4号呢 他们两个国家 中国跟俄罗斯呢 在北京 这个冬季奥运开幕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所密谈 密谈当然两个重点 是后来我们事后 诸葛亮才检视到的 第一个其实他们要谈 是不是发表 其实讲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就发表这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是 他们可能暗中 你谈好就说 反正我只要出兵到乌克兰 你不能干预 你不要表态 你中立就代表怎么样 对我的支持 好 于是呢 这个就开打了 开打的过程中 那当然再联想说 俄国是用什么 用一个俄国 所谓他的这个要恢复 所谓的这个 乌克兰是俄国的部分 的民意来 这个所谓的四处有名 所以这个部分才会引起 舆论的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支持 跟有反应 那当然啦 但是这个随着这个 经过了这个十几天之后呢 显得意见的 并没有很顺利的把这个 乌克兰给解决 那其实大家很错 那顾忠这个理由 可能也千千百种 各家建制建制 但实际上 也给台湾一个最大的建议 就是说 其实这次呢 他入侵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军民 发挥了这个通仇敌忾 那来这个顽抗这个俄国 那相对的也给台湾做一个启示 第二个 也让这个也让建政 其实只要是这个用武力入侵的 那当然 举事都在踏伐 尤其是希望武国要打法 那这样子呢 也在在的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其实只要我们台湾能够 像学习乌克兰自助 然后再加上呢 到时候包括有美国 等一些的一个帮忙 那显得意见呢 台湾呢在这个部分 应该不至于变成明日台湾 况且台湾呢 很多人讲说 对美国对台湾是怎么 是不是会不支持等等 那我倒觉得有几个理由 美国会介入 第一个当然 这个台湾呢 有跟美国有一个美国关系法 但乌克兰是没有的 那第二个台湾跟这个 这个跟大陆呢 有一个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 那这乌克兰它就只有卢地间 这没有这个天险 那第三个当然 这个台湾有它的 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 它也牵动了整个美国跟日本的一个 地缘的一个命脉连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跟这个 其实美日之间有所谓的 高科技的一个链接 然后第四个是都是民主国家 加上台湾呢 其实这种街链声的这个 我们你看我们台湾哦 跟乌克兰不一样 他们还分分合的 我们台湾从其实 从1949年到现在 跟中国是分这个所谓分割分制的 那显得意见的 我们早就这个七十几年 也在准备了 都在一直整 每天在整军备战 所以这几个优势呢 其实给台湾呢 也一个带来的一个非常的 这个经验给台湾做一个 做一个教育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